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警星直播 Misty,我近來在想 到底有什麼辦法 可以將防騙資訊 更加有效地傳遞開去 有沒有想法 更有效地傳遞防騙的訊息 如果將防騙的訊息融入一些戲劇中 那就更加有趣,更加吸引 這個意見不錯 那你又有沒有想過 去旅行都可以宣傳防騙訊息 難道你在說的就是 待會播放的愛防騙 陳經理去了加勒比海 不如我們一起來看看 到底陳經理是怎樣去旅行 由一邊宣傳防騙呢 喂 這個人這麼像你 人有相似 說回正經話 關經理 接下來這個月 我就會飛加勒比海 公司派我去公幹一個月 如果這宗生意談得成 我們接下來三年的花紅 都不用擔心 陳經理 我都有想過放一個月大假 去加勒比海 玩 不過可惜這次是公幹 陳經理 什麼事? 出事了 有些什麼事? 出了事了 我昨晚忘了看警聲直播 以外人懶惰亂 都不知道 有碟過 不用擔心 警聲直播 是會在警察的社交媒體 包括Facebook YouTube 和微博 一直播放 什麼? 不單止是這樣 還會在開電視 鳳凰衛視 和港台電視31台 逢星期一 六點半 重播 那大家真的要記得看 一定要看 不過說回正經話 這位是 這位就是關經理 什麼? 他就是關經理? 小小的踢球 我看看關經理的名字吧 關經理好 他是廣告界 廣告界 我經常看關經理的廣告 誰不認識關經理的廣告界 這個就是 古古惑惑 但能做到事的 Benson 不是 他是能做到事的Benson 是的 我就是能做到事的Benson 你好… Benson 接下來一個月 關經理就會頂替我的工作 到這裡 我會去加勒比海工作 什麼? 沒錯 有什麼就跟關經理說 不要跟我說 我要飛了 就這樣 喂… 再見 陳經理 拜拜 關經理我叫Benson 如果有什麼就跟我說 我會叫其他人做 沒問題 我這裡風氣很好 放心 好 喂…大家精神一點 精神一點 有個好消息告訴大家 沒事… 沒事… 陳經理就會放假 放一個月假 簡單來說 只是在這裡 沒有… 沒有…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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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帶了三十萬過來 談生意 怎知道被人偷造 是…是…是… 單生意冷過水 你趕快籌三十萬過來給我 要不然呢 我們花紅沒有了 陳經理 行行行 我幫你解決他 嘩… 好兄弟… 好兄弟… 剛剛陳經理打給我 說他不見了三十萬命金 叫我們兄弟自己想好他 要不然呢 今年年底花紅冷過水 三十萬? 上年花紅還沒給我 你給吧 三十萬 我沒錢你會知道 不如你給吧 嘩…你給啊 不如他給吧 那你給吧 對呀 既然富二代 你買小隻錶 襯小件衣服就搞定咯 你看你的錶多漂亮 嘩… 行行行行 我現在馬上問公平過數 說 搞定 Victor 這件事關你事啊 關你事咯 早說咯 不敢叫人亂過數 那怎麼辦 你有沒有核實 是不是真的曾經來的 就是咯 那就是糟糕 歌也有得來唱咯 那就是糟糕 那就是糟糕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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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防遍熱線 誒?小經理?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不是你們叫我來的嗎? 好,好,好! 那走了! 是不是? 都說你們要核殺,不要亂過甩啦 對的,對的 那我現在快點打給小經理才行 喂? Victor? 什麼? 你找我幹什麼? 我剛剛才下機回到香港 生意完成了,年尾花紅一定有 你放心吧,我先不跟你說 回來公司再談吧,拜拜 這樣都騙你們不到 難道提景聲直播真的那麼有用? 看多些防騙資訊,被騙的機會當然小一點 由於現在科技發達,不排除編套 會利用電腦AI來改變聲線 而電話騙案的手法 騙徒經常會假扮受害人的親朋好友 甚至乎在同事,用各種不同的藉口 要求受害人過訴 亦都會假扮政府部門,甚至乎是執法人員 騙取個人資料,甚至乎是銀行密碼等等 其實要預防電話騙案可以很簡單 只要大家記住,要核實對方的身份 收線之後,記得要致電相關人士 核實他的身份和情況 和過訴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先檢查一下 有懷疑即打防騙易熱線18222 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時別要你講》 相信大家導致騙徒的行騙手法雖然陳出不窮 不過只要大家細心一點 其實要拆解這些騙局一點都不難 最困難的是如何確保每一位市民 包括坐在螢光幕前的各位觀眾 都可以很清晰地接收到所有防騙資訊 而針對這個情況,警方早前推出了一個名為銀鏡計劃 到底這個計劃是做甚麼呢? 今晚就邀請到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總督察 Lawrence Sir來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計劃 歡迎你,Lawrence Hello,Philip 各位觀眾大家好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銀盾計劃的資訊 就立即在網上留言 Lawrence,在講解銀盾計劃之前 不如先跟各位觀眾講解一下 近年香港騙案的情況 讓觀眾朋友都可以有所警惕一下 可以 近年來其實香港的騙案數字不斷攀升 在2023年上半年 整體罪案的數字已經達到42,900宗 當中詐騙案已經錄得接近18,700宗 其實計算數 其實差不多兩至三宗的罪案就是一宗詐騙案 又或者每15分鐘就是一宗騙案發生 聽你這樣說,如果按照計算的話 即是平均每天有差不多接近100宗的騙案發生 沒錯,所以大家都知道預防是勝於治療 警方在打擊騙案的宣傳教育工作 一直都不為餘力 已經透過線上線下不同的渠道 以鋪天蓋地,近乎無孔不入的方式 去發放防片資訊 例如當大家搭港鐵 或者開車經過隧道的時候 都會聽到我們防片的宣傳錄音 進戲院的時候 又會被迫看我們在防片宣傳的短片 電台、電視台也都經常頻密地播放我們防片的呼籲 除此之外,其實警方都已經聯同了通訊事務管理局 以及各大電訊箱去堵截詐騙的來電和網站 最近我們更加聯同金管局和銀行界 優化堵截騙騙款和主動打擊騙案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當然,其實我們這個節目《警星直播》 正正亦想將防片的訊息帶給各位市民 不過其實目前騙案的數字仍然是高企 而且我們留意到原來有很多受害人 都沒有實際去留意警方防片宣傳的內容 所以我想防片宣傳教育的工作 應該是要更加入屋和入牢 你說得沒錯,似乎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人對人口意相傳的方式 將防範騙案意識和最新的資訊 直接帶給我們身邊的人 很多人說以生命影響生命 這句話放在防片工作好像有點誇張 但很多案件中受害人往往損失的是 是他們畢生的積蓄和養老金 為他們自己和家人帶來很嚴重的衝擊和困擾 甚至有受害人更加選擇放棄生命 因此阻止騙案的發生 是真真正正、切切實實的 可以拯救到很多人的命運和生命 基於理念 警隊就希望透過推行銀盾計劃 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 大家一起提醒身邊的人 減少避免的機會 其實你們這個計劃真的非常有意義 其實你們的銀盾計劃到目前為止 是做了甚麼功夫 其實我們的計劃是最主要透過 與社會各界的聯繫 由銀盾計劃秘書處 向各個持份者的代表 提供防騙知識的培訓 從而委任他們成為銀盾先� 那麼多的先鋒都會秉持著騙案日日生 提醒身邊人的理念 與警方一起攜手阻止騙案 計劃推行了兩個月多些 我們已經舉辦了多場的訓練工作坊 訓練了接近超過一千五百個銀盾先� 例如在六月二十一號 我們在警察總部會議廳 舉行了首個大型培訓講座 這次講座我們邀請了二百個 尤其是各界的義工 和物業管理的從業員 機構的代表 參與這個講座 並且委任他們成為銀盾先� 並且委任他們成為銀盾先� 培訓講座 圍繞著五大騙案 包括電話騙案 網上投資騙案 網上成員 網上求職騙案 和上門推銷騙案 由相聚科人員 向出席者 向出席者 通知騙案 包括電話騙案 網上投資騙案 網上投資騙案 網上成員 網上求職騙案 及上門推銷騙案 由相聚科人員 向出席者 講解騙案的數字 手法、案例 和防騙、貼士等等 會名銀盾先鋒 在完成訓練之後 都會獲派我們的訓練套件 除了讓他們可以溫固滋身之外 更加可以將相關知識 傳承給他們的同事 朋友 或者家人 從而訓練更多 我們不同的銀盾先鋒 在這兩個月中 很多銀盾先鋒都很積極地 參與我們在港九星界 舉辦不同的防騙活動 包括例如在領展和港鐵商場中 擺設攤位 向市民派發宣傳單張和紀念品 宣傳防騙的資訊 除此之外 我也知道有些銀盾先鋒的代表 自發地在他們自己屋邨的老人中心 或屋邨的辦事處 舉辦一些防騙講座 甚至是上門探訪獨居將者等等 你們這個計劃 其實真的挺有成效 可以成功令到銀盾先鋒自行 在他們的社區 繼續去散布一些 關於防騙的資訊 就是非常好 剛才Lawrence你有提過 你們會訓練一些銀盾先鋒 去提醒身邊人 你們這個計劃 還有沒有跟其他組織 或者機構合作 當然 剛才輕輕地帶過 我們其實有跟不同組織合作 我們其實已經有超過二十個機構 或單位 參與銀盾計劃 當中包括一些工營機構 私營機構 義工團體 專業團體 和男女同軍等等 我們希望每個持份者 能夠以最方便的方式 在日常生活 或日常工作上 將防騙信息帶給市民 銀盾計劃會繼續擴展 接觸更多的合作夥伴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以一傳十 十傳八的效果 將防騙資訊 宣揚給社會上所有的人 越多人知道 騙案的資訊 就越少人會被受騙 以生命影響生命 這麼有意義的計劃 我相信很多市民 包括坐在螢光幕前面的朋友 應該都很有興趣 想了解多些和參加 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的話 又可以怎樣加入你們這個計劃 或者了解多些相關資料 是 銀盾計劃 暫時都歡迎大家去參與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透過不同持份者的代表 例如我們剛才說到 譬如義務工作發展局 男女同軍 少年警訊 其樂警訊 等等這些渠道去參與我們銀盾計劃 接下來我們更加會拓展到 學校、長者學院等等的組織 無求可以接觸更多的市民 我相信這麼有意義的計劃 我相信各位觀眾 千萬不要錯過 一定要積極去參與 對 Lawrence 藉著這個機會 有沒有一些很實用的防騙資訊 都可以和各位觀眾朋友去講解一下 可以 其實近年來 投資騙案和電話騙案的升幅 都比較明顯 在2023年上半年 這兩單騙案 這兩種種類的騙案 上升的幅度是大致上70% 和一倍的升幅 我想藉著這個機會 給大家一些相關的防騙小提示 大家在遇到一些網上宣傳的投資計劃 一定要核實相關投資的真確性 了解背後的風險 提防一些回報高度不切實際的投資計劃 無論對方用任何方式或藉口 和你提出任何要求 都一定要親自聯絡相關人士 核實身份和了解情況 特別任何過數的要求 都一定要停一停 想一想 檢查清楚你才能過數 正所謂來歷不明的訊息 不要回覆 虛假連結就別亂截 收到白狀的訊息就不要回覆 還要封鎖對方等 對方不能再找你 如果大家真的懷疑被騙的 就立即打去反詐騙協調中心 24小時資訊熱線 放遍2-18222 請問一下 謝謝你講解了這麼多關於銀盾計劃的資訊 在這個時候 讓我看看各位觀眾朋友 有什麼問題想和嘉賓談談 首先第一位觀眾叫Koe Koe的問題挺有趣 Koe就問了 銀盾計劃的名字 是否靈感來自一部電影神盾局 我可以解答這位觀眾的疑問 跟神盾局沒有關係 銀盾計劃的名字 其實裏面的銀 代表銀化一族 以及金錢的意思 盾就是用來保護 抵擋外來攻擊的盾 所以顧名思義 銀盾計劃就是想透過每一個人 出一分力 一起保護身邊每一個人 尤其是老人家 讓大家不要被騙徒欺騙了大家的金錢 謝謝你這麼詳盡的解答 我相信絕對可以解答這位觀眾的疑問 我看看下一位觀眾的問題 下一位觀眾叫David David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的 他問警方對於銀盾計劃 有什麼期望 其實計劃的願景 是希望除了能夠 將騙案的知識帶給市民之外 讓相關市民不要被騙之外 更加想借助大家的力量 提醒身邊人不要受騙 以倍數的效應 提供我們香港市民防騙的意識 除此之外 銀盾計劃更加想鼓勵大家 做到守望相助的精神 共同打擊騙案 保護我們身邊朋友和親人 謝謝你,Lawrence 我繼續看下一位觀眾的問題 下一位觀眾叫附忠希 附忠希就問 如果身邊有長者或者親朋好友 遇到騙案的話 應該要怎樣處理 其實現在科技一天千里 騙導騙人的手法都是層出不窮 但其實背後都是換湯不換藥 用不同的方式 騙到受害人的信任 來進行詐騙 所以我們計劃也希望 透過大家多點留意 關心身邊的人和事 如果假如你的朋友親人 遇到困難的時候 問一句 可能這一句提一提 就可能真的 防止到一宗騙案的發生 如果真的懷疑被騙 立即打一百二二二跟我們查詢 謝謝你這麼詳細的解答 我看看下一位觀眾的問題 下一位觀眾叫阿喬 阿喬他就問 為何銀盾計劃是針對幫助長者 其實銀盾計劃 如果你說針對幫助長者 我們看到某些騙案 長者是受害人的比例都比較高 例如電話騙案 我們看到接近70%的受害人都是長者 但是銀盾計劃 我們背後的理念 除了針對長者之外 其實都是所有市民 我們都是一個目標的 明白了 務求希望將防騙的訊息 是傳達到給每一個人 而正正就是透過螢光幕前的各位朋友 我們看看下一位觀眾 下一位觀眾叫安東尼亞 他就問 除了義工和物業管理機構代表之外 怎樣才可以成為銀盾先鋒 剛才我都說過 例如大家是同軍的 也可以透過同軍的機構 報銀盾計劃 女同軍也可以 或者是少年警訊 奇樂警訊等等 我們都能夠幫大家 可能參加到銀盾計劃 將來我們都會拓展更多的渠道 給大家參與我們銀盾計劃 和我們一起攜手打擊騙案 謝謝你這麼詳細的回答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問了最後一條觀眾的問題 最後這位觀眾叫阿Ming 阿Ming就問 他可能真的有興趣 他問參加成為銀盾先鋒 有沒有委任狀 以及如果加入了之後 需不需要定期去講座 我們會有委任狀給大家 我們會透過不同的持份機構 是頒委任狀給大家 亦都是因為騙圖的手法 陳春不窮 我們會定期去更新 我們的訓練套件 並且舉辦一些更新的講座 給各國銀盾先鋒參與 所以如果大家參加了 留意著我們 我們會定期更新 謝謝你 有興趣的觀眾 記得快點了解一下 以及成為銀盾先鋒 談到這裏 這個環節的時間又差不多 到最後Lawrence 有沒有一些呼籲 想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記住 騙案日日新 提醒身邊人 我們一起保護我們身邊所有人 共同打擊騙案 今晚再一次多謝Lawrence Sir 接受訪問 講解了這麼多 關於銀盾計劃的資訊 接下來的環節 有反詐騙協調中心 最新的防騙宣傳歌曲 凡事沒有免費 我們一起聽聽 凡事沒有免費 免費往往最貴 真的嗎 縫條短信 你要分得清 如果你們有條里的聲明 出來 別亂按 按進去看 想一想 别要中计 先搞清楚对方 是哪位 免费的着手 或者有问题 网络踏山 你千万别测 一百二二二 自信已舍 你要自 乱理他 告发他 就vlog了他 别贪一些小便宜 凡事没免费 你记住哪位 贪心 会害你一世 钓鱼电邮演习2023 有来自185个机构 和超过1万名员工参与 结果显示 有16%参加者 曾经点击至少一封钓鱼电邮连结 有62%机构员工 曾经打开至少一封钓鱼电邮 而这些钓鱼电邮当中 是包括一些大家日常生活 都会接收到的内容 例如电邮账户身份认证 和外卖平台问卷调查等等 钓鱼电邮可以骗你钱 亦都可以骗你个人资料 不想代入骗徒的陷阱就要记住 千万不要开启内力不明的电邮 要检查清楚寄检者的资料 查看内门有没有异常 謹记有链不要乱细 如果突然收到改变回款的要求 应该以电邮以外的沟通渠道 向寄检者核实 如有怀疑 记得使用防片伺服器 或者致电防片热热线182222查询 Philip 你知不知道哪里租单车 又便宜 单车又新正的 咦?你打算放假去踩单车? 是啊 不过踩单车最重要 不是车是否新正 是到底安不安全 你又说得对啊 而下个星期 我们邀请到来自交通的嘉宾 上来为大家讲解 单车安全的资讯 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下星期的警星直播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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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